下面,我们将以创建的画面数据传送到GOT。 传送之前,请大家保存工程数据。 保存完成后,用USB电缆连接计算机与GOT。 打开GOT前面左下方的盖板,将电缆连接到USB接口上。 为了与GOT进行USB通讯,需要安装USB驱动程序。 首次连接USB驱动程序时,会自动在计算机中进行安装。 接下来,进行计算机与GOT的通讯设置。 设置之前,请接通GOT的电源。 在GT Designer 3的菜单栏中,选择通讯,写入到GOT,确认设置。 如果GOT的连接方法为GOT直接,计算机测IF为USB就没有问题了。 接下来,让我们来进行通讯测试。 点击通讯测试。 出现连接成功后点击确定。 然后点击通讯设置画面的确定。 这样,通讯设置就完成了。 接下来,将工程数据从计算机传送到GOT。 先确认设置。 写入数据应为软件包数据。 写入目标驱动器应为C内置闪存。 然后,点击GOT写入。 弹出确认写入的对话框后, 点击是,则开始写入。 写入中会显示这样的对话框。 请大家绝对不要执行对话框的注意事项中记载的操作。 如果执行了这些操作,则可能无法顺利进行写入。 写入完成后,会显示对话框,请点击确定。 完成后,GOT会自动重新启动。 请在显示的语言选择画面中触摸中文简体。 这样就完成了向GOT传送工程数据。 此时,GOT的画面不会正常显示。 这是因为还没有连接可编程控制器。 在下一章中,我们将连接GOT与可编程控制器。